基础物理1 4-3 磁力 这是4-3第一份的练习题 我们先看第一个题组 右图这边有AB两个圆形的磁铁 如果我现在沿着虚线的方向把它切成两片 则断口的地方会出现什么样的磁集 A图跟B图里面 左边这个是A图 从图上你可以看到这块磁铁 磁铁的左边是S级 磁铁的右边是N级 如果从中间切开 因为原本的磁集是分左右两边 所以左边如果切开来 甲这边S级 因为左边S 所以甲更一两边分开也还是S级 而右边饼跟钉它们是N级 所以以这个来讲 甲是S级 乙是S级 而饼跟钉两个分别都是N级 这个是在甲图里面 我们继续看B图 在B图里面右边这个 这个是分上下两级 上面是N级 上面是N级 底下是S级 所以甲以饼钉按这样顺序下来 会是NSNS 甲是N级 乙是S级 饼是N级 钉是S级 所以如果按照甲图的方式分割 它们在断口的地方会有相似的现象 如果按照B图的方式分割 N级S级 从两级的中间分开来 这时候它们之间会形成一鸣级 所以这时候会有相吸的结果 所以如果A图会造成相似 B图的断口会有相吸 这个是第一个题组 有关于磁铁的分割情形 接下来题组二 用磁青仪来测量ABCD 这里有四个位置的磁青角 结果如底下这四个图 甲、鞭、丁、钉 这四个磁身 其中黄色点点的N级 所以甲图是N级朝上 乙图是N级朝下 丙图是N级向右 钉图是N级在水平面以下 稍微倾斜 往左下 以这四个图 磁青角是当我把磁身掉起来的时候 磁身的N级跟水平面的甲角 我们看一下地磁的情形 这是一个地磁的图 我们假想在地球内部有一块大磁铁 而这个大磁铁 我把磁身掉起来N级会指向北方 因为在北半球的地底下有个S级 南半球的地底下会有个N级 因此磁力线的方向是从南半球N级出来 经过北半球从地磁北级再进入 由南半球经过地磁北级进入 这个整个磁青角的方向 如果我在北半球的位置 北半球地底下有个S级 而S级被吸下来 以假图来讲 假图是垂直90度 不是在地磁北级就是在地磁南级 才会有90度的现象 因此S级向下因为地磁有个N级 哪边地磁是N级 在地磁南级的地方 假图这个是地磁南级的位置 我写个磁南 这个表示地磁南级 以图是N级垂直向下 表示在地底下有个S级 所以这个以图是地磁北级的位置 所以这里我写磁北 这个表示在地磁北级的地方 丙图是水平 水平表示不偏N不偏S 水平图是在赤道的地方 水平图我写个赤 那丁图是N级在水平面下 N级在水平面下 表示地底下有个S级 把N级吸下来了 所以表示这在哪里 这在北半球的地方 北半球地底下有个S级 所以N级被吸下来 因此你只要看到N级在水平面下 表示这个位置是在北半球的位置 所以这个是在北半球的位置 所以甲一丙钉这四个图 磁青角零度的跟水平甲角是零度 所以是丙图的位置 四道的地方我们量到了磁青角是零度 磁青角是90度 有两个一个是在地磁北极 一个在地磁南极的地方 所以这图上分别是甲跟乙这两个 所以甲乙两个磁青角都是90度的 如果要代表地磁南极 地磁的南极是N级 N级会把S级吸下来 所以S级垂直指向地面的 甲图这里 这个是地磁南极的地方 地磁南极底下是N N可以把S级吸下来 磁青的S级垂直指向地面 这时候N级是垂直指向天空的 第三 何者最接近赤道 赤道的位置不偏N不偏S 所以赤道附近的磁场 我们把它视为是水平 所以是在丙图的位置 所以丙图表示是在赤道附近所拍摄的结果 这个是体组二 体组三 我们把一个磁铁的N级 放在铁钉上方的附近 如图 这里 如果铁钉的上方感应成哪一级 这里我们看到 先看图形 首先 一块磁铁 这个磁铁的N级底下放根铁钉 于是这根铁钉会被磁化 磁化的结果N级感应 靠近一端可以感应S级 所以上面是S 因此底下尖端这里是N 而N级可以吸S级 所以在甲图的磁身N级吸S级 所以A是N级 B这里是S级 S级跟N级两个才会相吸 同样的 在以的磁身里面 N级吸S 所以C是S级 而D是N级 这个是整个磁级的作用 所以铁钉的上方感应 因为磁铁在上面 N级感应变成S 整个铁钉的上方感应S级 而下方感应就变成了N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小磁身放在铁钉下方的附近 磁身会偏转 于是小磁身 这个甲图的A端会感应成N级 而近端的地方会被吸附 变成是S级 所以A端是N级 而B端是S级 这个是磁铁的磁力作用 C 如果另外再拿一个小磁针 放在铁钉的下方 如图 以图的这个位置 则C看到结果是什么 整个铁钉的底下是N级 N级感应S 所以以的位置 这边是S级 C端这里是S级 而D端这里会是N级 这个是当小磁针靠近磁铁的时候 会有感应的现象 在第四 小铁钉可以像磁针一般的 可以保有磁性 这种磁铁 因为它的材质是铁钉 所以铁钉的话可以形成暂时磁铁 所以铁钉的磁性来得快 可是磁铁也快 所以它很快就具有磁性了 可是也很快就消失了 这个我们称为暂时磁铁 或者叫做软磁铁 这个是第四 再第五 铁钉上方的磁铁 如果我把磁铁拿开了 这时候铁钉 甲鱼两端的磁针 会有什么样的现象 因为铁钉拿开之后 铁钉马上就会失去磁性 因此旁边没有吸附住 所以呢 磁针就会指回原来的方向 甲铁两个磁针的方向 会指回南北方 所以甲铁两个磁针 会重新指回南北方向 因此会回到原来的方向 就不再偏转了 所以这边铁钉被磁铁磁化 磁化之后再吸引磁针的结果 接下来体组是 体组是把磁铁放在几根原木上面 放在原木的好处是因为 原木借着滚动可以减少摩擦 所以我们可以观察 磁铁跟磁铁它们之间 相吸或相似的现象 首先 A图 在A图里面两块磁铁会发生排斥 所以如果两个磁铁相排斥的话 左边这个是S级 右边这边是N级 既然两块磁铁相排斥 表示靠近的一段 这边是N 另外一边是S 这个是第一个 再来第二个 左边是S级 右边是N级 发现两块磁铁互相吸引 N级吸谁 N级吸S S级的另外一边会是N 所以两边会是S级跟N级 A图里面我们刚说 两块磁铁发生排斥 所以右边的小磁身 右边这块小磁身 它的左端是指这一个 左端一定是N级 第二 两个磁铁互相吸引 结果右边的小磁铁 它的右端 因为两块会相吸 这个磁铁的右端 右端是这个边 右端是N级 这个是第二题 再来第三 右边本来是一个 不带磁性的一个小铁片 虽然是放小铁片 可是小铁片会被磁化 磁化之后就变成具有磁性了 所以本来是不带电的小铁片 现在受磁化之后 N级感应 感应的一端会是S 而另外一端会是N 整个磁铁磁化的结果 小铁片的左端 感应会变成是S级 这是这个情形 选择第一题 将一个磁针放入一个 由左向右的磁场里面 则磁针N级受力的方向为何 磁针N级受力的方向就是磁场的方向 这个图磁场是向右边 所以有一个向右的磁场 N级会收到向右的力 而S级会收到反方向向左的力 因此 这个磁针它会顺时针偏转 所以 省了受力方向 受力向右的方向 第一题是B的答案 第二题 下列有关于磁性的叙述 何者是正确的 A 任何物质都能够被磁化而变成磁铁 A 这个是错的 能被磁化的 只有磁性物质可以被磁化 磁性物质是指铁固捏这些物质 所以只有铁固捏这些物质 它可以被磁化变成磁铁 其他的比方说像金银铜 就不能被磁化了 并不是所有的金属都可以被磁化 因此 A是错的 B 磁铁经过烧烤以后 磁性会减弱 B 这个是对的 磁性会和磁铁原子内部的排列方式有关 如果排列方式紊乱了 磁性就会减弱 加热烧烤之后 因为温度升高 里面的原子会运动得更凌乱 磁性会减弱 所以烧烤之后磁性会减弱 B是对的 C 一个磁铁棒断成两段之后 每一段只有一个磁剂存在 C 这个是错的 一块磁铁如果断成两段的话 原本N级S级 断掉之后N级的断口是S S级的断口会是N 因此如果断成两半之后 整个中间还是会有另外一段的磁铁 每一段只有一个磁铁存在 这个是错的 珠 地磁分布的对称轴跟地球自转轴是重叠的 珠这个是错的 我们从这个图来看 这一条是自转轴 而这一条是磁轴 自转轴跟磁轴中间这个夹角有11度的夹角 所以整个自转轴跟磁轴没有平行 因此它们不是重叠的 所以珠不对 一 地球内部假想了磁铁 N级是在地球北级附近 把磁身掉起来N级指向北方 因为北半球的地底下是S级 所以北半球这个地底下是S 不是N 所以在北半球是S级才对 一 这个是错的 所以第二级正确 只有B是正确 第三题 若是地球为一块大磁铁 空中有许多磁力线 则在赤道上方的磁力线方向为何 地球是一块大磁铁 以这个地球的形状而言 地球内部有一个大磁铁 可是这个磁铁N级是在南半球 S级是在北半球 所以N级在南半球磁力线从N级出来 经过空间从S级进去 在赤道附近 因为不偏N不偏S 所以赤道附近的磁力线是成水平的 是水平南向北的方向 赤道上方磁力线是南向北向北的方向 所以第三题 猪的答案 第四题 下有关磁铁的叙述何者正确 磁铁N级S级可以单独存在 A这个是错的 目前我们所发现的磁铁必须是两级同时存在无法单独存在 所以A不对 B磁铁处的磁场是最强 在一块磁铁两端的磁铁磁性是最强的 B这个是正确的 C磁力线可以相交 C这个是错的 当两条磁力线如果相交了以后 一条两条 磁力线如果相交在交点的地方 它会有两个磁铁的方向 如果在这边放磁铁 磁铁就没办法去指到一个固定的方向了 所以比方说像这个 有一个P有一个Q 磁场在这两个方向上 P的方向因为磁力线的切线方向 所以P的磁铁应该指到这个方向来 而在Q的这个磁力线 磁铁该指到这个方向来 所以两个方向这时候它是不一致的 整个磁力线它如果相交 就不是一个稳定的磁场 因此在一个稳定磁场里面 磁力线它是不能相交的 主 在磁铁外部 磁力线的方向是从S级到N级的方向 主 这个是错的 一块磁铁 如果磁力线从N级出发 N、S两端 磁力线会从N级出来 经过空间从S进去 N级出来 经过空间从S级进去 所以磁力线在外部是从N级到S级的 所以N级到S级租 这个是错的 一、磁力外部磁力线是均匀的 没有 所以一这个是错的 以这块磁体来讲 磁力线从N级出来 磁力线从S级进去 两端的磁力线是最密的 距离越远 磁场就会越弱 磁力线分布就会越疏松了 所以磁力线不是均匀的 因此一这个是错的 所以第四题 正确的只有B是正确 未来的文盲不再是不适智的人 而是没有学会学习的人 所以学习是非常重要的 用这一段话与你共勉 第五题 北纬45度附近的地址方向是哪个方向 在北纬45度这个地方 如果这是一个地球仪 这个地球仪上面北半球是靠近S级 所以北半球的地址是S级 因此我在北纬45度的地方 我把N级掉起来 我们发现N级会指向北方 可是地址S级的缘故 所以N级指向北方 会稍微N级向下倾 因为会被S级西数 所以N级会向北 可是N级会略微向下倾 第五题 A的答案 第六题 如有图 这是一个磁棒的磁力线分布 现在要问A点的磁场方向向哪里 磁力线我们知道以后 磁力线的切线方向就是N级的方向 所以磁力线在这里 N级我们说磁力线我们找它切线方向 切线是这个方向切 磁力线在A点的位置 它是朝左下方的方向 因此第六题 是B的答案 第七题 空间中有两个均匀的磁场 一个是向北 另外一个是向东 如果向上 这个是北边 如果向右 这个是东边 当有两个方向同时存在的时候 中间我放一个磁身 因为这时候磁身会收到一个向北的磁场 还有一个向东的磁场 而这两个磁场如果大小都相同 磁身会指向两个合力的方向 所以一个这B1是向北的方向 B2是向东的方向 这两个方向连合起来 所以最后合力是在这个方向 因此磁身最后会指到右上方这里 所以磁力线的方向就是N级所指的方向 所以最后要指到C的方向 第八题 下列有关磁棒内外部磁力线的描述 何者是正确 一块磁铁这一块 一边N级一边S级 磁力线是从N级出来 经过空间从S级进去 这是磁铁外部的部分 而在磁铁内部 它会再从S级会再回到N级 磁力线是一个没有起点 没有终点的一个封闭曲线 所以磁力线在磁棒内部有磁力线的 所以A不对 磁棒外部更有磁力线 所以B不对 磁棒内部跟外部都是N到S不对 磁力线是从N级出发 经过空间到S 所以外部是从N到S 而内部是从S到N 外部跟内部并不相同 所以C跟Z 这两个都是错的 磁级内部的磁力线密度 会比外部的磁力线密度大 因为我们说磁力线N级出来 经过空间从S级进去 所以外部的磁力线是从N级出来的 从S级进去的 所以在整个外部的地方距离越远 整个它会散开来 所以磁力线它是分散的 所以外部的磁力线会比内部的磁力线密度还要小 内部的磁力线因为封闭曲线 最后都一定要回到子铁内部 内部的磁力线密度会比外部的磁力线密度大 所以一 这个是对的 第九题 下面哪一个磁力线的分布可以代表一个均匀的磁场 磁场如果越强 则磁力线的密度会越大 因此我们用磁力线的疏密来表示磁场的强弱 所以要找一个均匀磁场 必须磁力线它的分布是均匀的 所以A的图是分散 B的图中间是散开来 C的图后面是集中了 只有珠的图是均匀的 所以平行线彼此之间疏密是相同 所以只有珠是磁力线均匀的方向 所以第九题 珠的答案 第十题 图中有两只完全相同的磁棒 在这两个磁棒中垂线的P点的地方 造成磁场的方向是哪个方向 磁力线从N级出来 所以如果这里一块磁铁 这边是N级 磁力线从N级出来 那另外一块磁铁 磁力线从N级出来 所以在中间的地方 假设如果在这里 一个磁力线是往这边的方向 另外一个磁力线往这边的方向 所以最后合起来 两个的合向量 最后会指在中间这里 所以这里磁力线当你在两边中垂线的地方 左右两边因为距离相等 所以左右两边的效果抵消了 所以最后磁力线只剩下向上的方向 所以只有哪个柄的方向 所以第十题 C的答案 11题 下面有关于磁力线磁场的叙述 何者是正确的 A 真空中不可能有磁场 A 这个是错的 磁场的存在 和空气是否存在无关 所以即使是真空 还是有磁场的 所以A不对 B 磁场的方向跟磁力线的方向 必定垂直 B 这个是错的 磁场的方向是跟磁力线的切线方向相平行 所以如果磁场不是均匀的 假设磁力线如果它不是直线 是曲线的话 这时候磁力线的切线方向 假设原本磁场是这个方向 那这一点的切线方向就是这个位置的磁场方向 所以磁场方向跟磁力线的方向 是切线方向是磁场的方向 所以它没有垂直的关系 因此B不对 C 磁力线是非封闭的曲线 C 这个是错的 磁力线是一个封闭曲线 在磁铁外部整个空间中 它是从N级出发 进入空间回到S级 所以在外部的地方 N到S 内部的地方再从S回到N 所以磁力线是一个封闭曲线 所以C 这个是错的 除 条形磁铁会在空间中造成均匀磁场 这是一个条形磁铁 磁力线从N级出来 进入空间 从S级进去 所以在磁铁外部你会发现 距离越远 磁力线就整个C输了 当我距离远了 磁场就会变弱 所以在空间中 条形磁铁不是均匀磁场 除 这个是错的 1. 空间中各处地磁的方向不一定是平行 1. 这个是对的 我们从这个图形上来看 这是一个地球 在地球上内部有地磁 我们把N级掉起来 N级向北边 因为地底下的地磁是S级 而在空间中有分布 磁力线是从N级出来 进入空间从S回去 所以地球内部就像一个条形磁铁一样 条形磁铁在整个地球的外部 各处的磁场方向 它不是均匀的 而且方向也不是相平行的 所以1. 这个是对的 在空间各处的磁场 在地球外部 磁场不一定是平行 1. 是正确 所以11题1的答案 12题 一个水平均匀磁场B 和地球磁场的水平分量B1垂直 如果小磁生放在这个均匀磁场B中 我们见到小磁生N级是指向西偏北30度 由此可以知道均匀磁场的大小是多少 现在因为地球磁场是向北方 而均匀磁场 磁生指的方向是西偏北30度 所以如果这边是西边 而小磁生指的是西偏北30 这个夹角30度 我从这图上 我可以知道向北的这个方向是地球磁场B1 而现在西偏北30表示有一个向西的磁场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均匀磁场B这个部分 通了电流以后 磁场转到西偏北30度的方向 所以从这里我可以看到B1这是地球磁场 除上B均匀磁场 它们之间角度的关系 30度角是1比2比根号3 所以B1是这个1的部分 B是水平的均匀磁场是根号3的部分 所以B等于根号3B1 12题B均匀磁场等于根号3被的B1 12题C的答案 13题将一把回纹针放在桌面上 那取一个长条形的磁铁吸引回纹针时 我们发现回纹针主要会集中在哪些区域的部分 这里有ABC珠 回纹针如果要吸的越多代表它磁场越强 可是一块磁铁在两极的地方是最强 所以是在A的地方还有珠的地方 这两个部分就我们所谓的磁极的部分 所以在磁极的地方磁场是最强 所以可以吸引最多的回纹针 所以是A跟珠这两个部位 所以13题珠的答案 14题有一个磁针在聚匀磁商里面 它现在两极受到如右的图 那下一叙述何者是正确的 第一个磁力线的方向向下 磁力线的方向就是箭头所指的方向 现在图上这边每一条线它们就代表磁力线 磁力线的方向是箭头所指的 所以磁力线的方向向上不是向下 A不对 磁力线的方向是箭头所指的方向 所以B不对 C磁针所受合力为0 所谓合力是指向上的力跟向下的力 如果可以相抵消 所以现在向上受力是F 向下受力也是F 所以上下受力 它们合力会等于0 可是因为这两个力没有在同一直线上 所以它们会造成转动的力矩 因此磁针所受到的合力会等于0 可是因为力矩不为0 所以它们会造成有转动的现象 所以14题珠的答案 合力有等于0 可是合力矩不等于0 所以14题珠的答案 15题 有关磁级的叙述下列何者是正确的 A磁级的种类有两种 磁级的种类有N级跟S级这两个部分 所以磁级有这两种磁级 A这个是对的 B磁铁的磁级是指由南级出发 B这个是错的 磁铁的S级是指指南级 并不是由南级出发 是指向南方的 所以B这个是错的 C磁级可以单独存在 C这个是错的 至少到目前为止 我们发现磁级不能单独存在 珠同性磁级之间的磁力是吸引力 同性磁级 我们知道同性会相次 因此同性磁级应该是次力 不是吸引力 所以珠这个也不对 一 不同性的磁级接触以后 磁级会完全抵消 一 这个也是错的 因为不同性的磁级 这时候NS会相吸 因此相吸之后 可以保留原来磁针的磁级 这样磁铁原子就不容易受破坏 可以让磁级保存的时间可以更长 所以15题A的答案 16题 对于磁的描述 下列何者是错误的 磁铁的周围会产生磁场 磁铁有磁性 四周会有磁场 A这个是对的 B 金属容易被磁化成磁性物质而具有磁性 能被磁化的只有铁固链物质 并不是所有的金属都可以 所以B 这个是错误的 C 运动中的负电荷 它的周围会产生磁场 因为运动的负电荷就形成电子的流动 形成了电流 有电流附近会产生磁场 所以C 这个是对的 铁 金属只要接上电池 其内的电流 金属周围就会出现磁场 铁 这个是对的 只要接上电池之后 金属就会产生电流 有了电流 因此就有磁效应 金属的周围就会有磁场出现 所以 猪 这个是对的 所以16题 错误的 只有B 是错误 17题 下面有关磁铁的叙述 何者错误 A 磁铁的磁性最强处是在磁集 A 这个是对的 磁铁的磁性在两端的地方最强 两端的地方是磁集的位置 所以A正确 B 磁铁是指可以吸引铁器的物体 B 这个是对的 磁铁可以吸引铁器 能够被铁器吸引的 那个是磁铁 B 这个是正确 C 磁铁可以吸引所有的金属 C 这个是错的 磁铁只能吸铁固链等磁性物质 并不能够吸引所有的金属 所以C不对 B 磁铁也可以用来指示地理方向 磁铁具有磁性 这时候就像磁针一样 受地磁的影响就会产生偏转 所以B 这个是对的 磁铁的磁性跟温度有关系 温度如果越高 原子排列的会越混乱 磁性会减弱 所以磁铁的磁性是跟温度有关系的 一 这个是对的 所以17题 错误的只有C是错误 古今村外有学问的人 有成就的人 总是十分注意积累的 知识就是积累起来的 经验也是积累起来的 我们对什么事情都不应该像过语一样一般 愿这段话与您共勉 我们这个单元就到这里结束